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老師你用這個軟體版或線上版 你看,我先跟老師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用線上版的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建一個新的 資歷也可以匯入 所以剛剛老師有問到說 那我電腦版做完了,能不能匯進來?可以 那你有做的,匯在上面這裡 因為它會幫你存在雲端 有沒有發現我有做的 所以我就可以從這邊直接做一個匯出 你就可以變成它的專案版把它拿下來 等於說它有提供你一部分這個雲端的空間 但是畢竟它不是以這個為主 所以說它的雲端空間相對比較小 它上面雖然有寫 就是平板電腦是不能夠處理10MB以上的 平板的 那如果我們電腦的我記得是20 在這裡 有沒有,20MB 所以它的上傳的檔案大小 如果你電腦版因為放了太多家具 可能就會超過這個模型 這個大小 再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看我直接開一個新的囉 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好,確定 這樣我就可以編輯 那您會發現進來的畫面 其實就跟我們電腦版打開的畫面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只有插在這邊而已 你看進來的有沒有 也都是一樣有中文的 完全都不用擔心看不懂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個 好,那 那大家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介面 好 那我剛剛有一開場 就跟大家提過的 其實我們Suite Home 3D 你只要會2D就好 因為它真正的 你看 進來之後是不是有分四個區塊 這四個區塊 Suite Home 3D呢 主要的編輯區就在2D 對,就是右手邊這一個 那它為什麼容易 為什麼從小到大都可以用 因為呢 它跟我們小時候做一件事情很像 叫做半家家酒 有沒有3D模型區 也就是說呢 您如果要什麼東西 我就直接從這邊拿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我模型不用自己做 我就直接丟 那加強版跟標準版 主要差別就是在這裡 您會發現 如果您用的是線上版 或者是標準的版本 這裡的模型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那我的這邊會比較多 像你現在看到我這裡 你看我打開 我左手邊這個3D模型區 我把它打開 好,您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在類別這裡 我好像有很多 有沒有 嘿,有很多 那如果呢 您是那個 安裝版的 這裡 就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我打開線上版的給您看一下 線上版的 好,我們剛剛在這邊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少很多 這個就是標準的 就這麼多而已 好,那當然它主要就是 層次給您 好,所以 模型的部分呢 就 你也可以自己匯入 如果我們是電腦版的 也可以自己匯入 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呢 如果您有模型進來了 你看喔 好,我們現在下雨天 開著吉普車 有沒有發現 丟進來就有了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模型 往外面拉出來 有沒有感覺到 3D不小心就有了 3D的部分 只有看而已 也就是說 你真正所有編輯的動作 都是在2D這邊完成 3D 好,我只要看不同角度 按住滑鼠的左鍵 有沒有可以旋轉 滑鼠的滾輪 往後 往前 是放大縮小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啊 嗯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它 簡單了吧 好 那 你看喔 我們在戶外這邊 好,我來找 如果你要 好吧 我們今天下雨嘛 反正 這個暑假 我前兩個禮拜 就遇到兩次嘛 該來的都沒來嘛 對不對 其實我 前兩個禮拜 二十... 二十八號 我已經坐上高鐵了 楊老師打來 六點半二十 欸,我剛好 高鐵剛啟動 我在雲領就下車了 哈哈哈哈 經過彰化的時候 我還在遲疑 我要不要 高雄台中一日遊 哈哈哈哈 結果我想到 好,算了算了 就在雲領就先下車 難怪那天我覺得 雲領站為什麼那麼多人 哈哈哈哈 因為想說雲領不算大站嘛 平常人比較少 結果就坐回來 你知道發生兩件事情 以前我就坐過頭一次 所以我知道 不用出站再進來 因為出站再進來 要多買一次票嘛 所以老師 你坐過頭 就直接到對面 再坐回來就好 但是呢 我隔壁有一個 不知道他就多買了兩百二的 雲領到台中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又 這一次我又學到一件事情 我旁邊一位 比較特殊 他從台北要坐到高雄 然後呢 他在台中就下車了 但是他不能退票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原站進出才可以退票 我從台中做 我從台中出來 我就全額退票 但是那一位 他就要回到台北才可以退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機制 有的人會坐霸行車嘛 那我都買到高雄的 可是我就 中間下車就好了 我說我 哈哈 對對對 他跟那個台鐵一樣 就是有一個時間 所以如果你坐過頭 或者是就是 像這樣 有天災的部分都可以 對對對 其實前兩個禮拜 我是連飯店都訂好 也還好啦 就可以退 所以都沒什麼 對對對 都沒有什麼損失啊 嘿 就是多賺了440塊 雲領到台中的 來回票而已 哈哈哈哈 好 來 所以你看 你要什麼模型 對不對 我們要閃 今天下雨嘛 我們就閃丟出來 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 我們說 它是很簡單 對不對 以前你 我們學3D軟體 你要做到這樣 要先會建模 然後要先建材質 還會建攝影機 還要會打燈光 最後還會做動畫 所以現在這些 就都省下來 當然如果你繪得更好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揮的更多 好 這樣有了解了 好 所以你看我們的 使用3D的介面 真的不難吧 真的只有2D而已 只有2D齁 好 那你了解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那我們就真的來看看喔 那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它自己當然也會有所謂的專案檔 叫做SH3D 好 那 比較特殊的是 您剛剛放進去的 所有的這些東西 它都只會存在這個檔案 所以呢 您不用擔心 我今天這個模型 如果只有你這台電腦有 我這個材質 只有你這個電腦有 我拿到別的地方 會不會看得到 會 因為這些東西 都被你帶在這個檔案裡面了 所以你不用 怎麼打包資料夾都不用 你只要帶這個檔案 就可以帶走了 這樣了解 好 第二個 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如果您用的是免安裝版 好 您用的是免安裝版 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用安裝的 所以呢 您如果 像我在這邊 我把它做一個存檔 好 我在這裡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我先把它放桌面上好了 好 你看我把它存起來 那您看喔 我回到我的桌面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有 你有增加一個檔案 可是沒辦法像我一般office 就直接點兩下打開 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不是用安裝的 所以他不認識這個格式 因此 如果您要打開 我們的專案檔 如果你用的是免安裝版 麻煩你 辛苦一點點 從這邊 檔案裡面的開啟就檔 你用這個方式 去找到你的檔案 就可以確定能夠打開 好 這個是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要請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我們這個 免安裝的版本 那官方本身其實也有免安裝版喔 所以我們都沒有做什麼破解喔 你就是這樣用就可以了 因為免安裝相對起來 使用比較方便 好 到這邊應該 大家的大概的概念應該就有了 對不對 好 那接著我們就需要認識一個東西 就是你那些模型進來之後 要怎麼調整它 好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們簡報的第10頁 簡報的第10頁這邊 我們這裡呢 要來認識一下 你點到模型之後 它四個角落有不一樣的功能 好 那四個 這邊的四個角落會有不一樣的功能喔 來 我們實際來看看喔 你看 我拿車子好了 好 你看我們在這個車子的地方 我點到了之後 如果 您有注意到 四個角落是不是有不一樣的功能 你看這個圖不一樣 如果你放在正中間 那就是移動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你要旋轉 當然就找左上角這個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記什麼 左上角右下角 看圖就好了 因為我轉動方向之後 它的位置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你要旋轉 好你看我移過來 移過來 你看我從這邊移過來 有沒有發現我的圖變了 欸這邊喔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我常常發現 大部分很多人的習慣 會喜歡從外面進來 你們是比較喜歡從外面進來 還是比較喜歡從裡面出去 欸 真的有不一樣的 你如果比較喜歡從 裡面出來的 其實比較好找 你從外面進來的 比較難找到這個點 為什麼喔 因為 因為你們現在會覺得 我的滑鼠游標比較大對不對 可是你們滑鼠游標比較小的時候 你會比較難 看到它那個變化 所以我平常都是從這個 就是十字有沒有 移動的 我往外移動 有沒有 這樣就很容易 看到那個游標的變化 你看我這樣轉 有沒有就可以轉動角度 對不對 好這是旋轉 好那 如果你要做縮放怎麼辦 這裡有兩個縮放 一個是在這邊 一個在右下角這裡的 這個 這個是水平的縮放 好這是水平的 然後這個是高度的 就是這個車子的高度的縮放 水平就是S軸跟Y軸 就平面的縮放 然後這個是G軸的縮放 這樣了解嗎 好 來我們試看看就知道 你看 車不夠大 變得大台 這樣就變得大台 有對不對 可是你發現高度是沒有改變 好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車不夠高 有沒有長高一點 對不對 長高一點 好 但是 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放怎麼辦 老師會的 你知道要多按一個按鍵 什麼按鍵 我們平常標準的 是多按一個這個按鍵 你有看到我按哪個按鍵了吧 Shift 好 所以你按住Shift 當我拖曳的時候 有沒有等比例縮放的 好 所以這個呢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就是這兩個 因為是三度空間的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 獨立操作 那再來一個 就是右上角這個 右上角這個地方 那右上角我拿另外一個模型進來 你會比較有感覺 來我找動物好了 好 你們看一下 我們找一隻狗狗好了 還是要找雞 好啦 找一隻雞好了 你看 我把它丟出來 現在雞放在哪裡 是不是在地上 對不對 好 那我希望雞比如說 跑到椅子上啊 跑到車子上 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是做3D啊 我們平面只有S軸跟Y軸嘛 但是立體的會多一個Z軸 所以我們的Z軸呢 就是這個地方了 點到它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你看我滑過來變了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移動它 那其實呢 有些時候它還會比較自動 你看我拉過來 我們看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隻雞 我剛剛沒有調整喔 呵呵 我剛剛在這邊 在這裡 好 在這邊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雞就站上來了 其實有些模型 你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放上去 你看我拿到車子上 結果雞就坐到車子裡面喔 呵呵 跑到裡面去了 那沒關係 我叫它上來 你看 按著它 有沒有發現我右手邊有個數字 有沒有看到有黃黃的數字 有沒有 懸空高度 所以這個調整 就是要懸空高度 所以你看 拉拉拉 有沒有雞就上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呵呵 有沒有 好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欸 我就可以自由的調整 那不夠 或太多的時候 你就自己 看一下 欸 找到適當的角度 放上去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記得 因為是3D 所以我們多了這樣的功能 多了一個這個 那 這樣子 老師就認識了 我們模型呢 是不是就四個角落了 再加上它中間的移動就五個 好 五個 那我們認識一下 順便 右下 左下角這個 因為呢 左下角這邊 這裡就是你們家家具的清單 也就是你有多少模型放在這裡 你的左下角就會有 好 左下角這邊就會有 所以今天如果 你看喔 假設我的機 就坐在車子裡面 今天如果我在這裡 我就沒辦法選到它了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模型比較小 或者幾個東西組合在一起 你不好選怎麼辦 我們在使用3D裡面啊 你要選模型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 就是從2D這邊 看到了就點 就是你現在用的方法 第二種更視覺化一點 從3D這邊直接點 比如說我現在要從3D這邊選洋傘 我就把洋傘點一下 你看我在下面點 有沒有上面也會跟著動 但是點機就點不到喔 因為機現在在車子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在左手邊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左手邊是不是也有這個清單 因此你在這裡點 我要點機 點一下 有沒有機就點到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所以呢 你要選東西的話呢 你就2D 3D 或者是你們家的家具清單這裡 通通都可以選 這樣會比較方便 好 那你選到哪一個模型 老師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選到哪一個模型 他就會把那個模型 靠到我們下面3D的 這個視圖的正中間 你看喔 我現在是選到機 所以放到這裡來 你看我選到洋傘 有沒有洋傘靠過來 我選到車子 有沒有車子靠到中間 所以你點到哪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就會自動移到畫面的正中間 這個對剛開始用 使用展示會比較有幫助 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的介面 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樣子呢 您以後再用的時候就會比較清楚 那 預設的話 我們上面的這個單位 單位是公尺 因為在做室內設計 大部分就是用公尺公分 比較多 好 所以在這裡 那第二個 它的圓點 我們跟繪圖一樣 都會有所謂的圓點 圓點就是指那個坐標00 這個位置 你看它的圓點在左上角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0 這裡是不是0 所以它的位置在這邊 位置在這裡 OK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個類別 你看 左手邊 我們剛剛模型都隨便拉嘛 可是如果你 真的要找自己的模型的時候 有兩種方法 一個 就是從類別這邊直接切換 找看看有沒有 想要找的那個類型 點進去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你如果用這樣找 其實有些模型 它可能這邊也適合 那邊也適合 所以它可能就只放在一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什麼 關鍵字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可以打關鍵字 重點是資源中文 所以如果你要找什麼樣的模型 你就打關鍵字 就可以找了 比如說你要找 那個動物 我找一個車好了 來 你看 好 你看 所有有車的 有沒有都列出來了 不管公車火車卡車 是不是都有 你就可以直接找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模型 放在哪一個目錄 你看你滑鼠滑過去 它沒有告訴你 放在石交通 對不對 我在這裡 這裡剛好都是 都是那裡面的 可是這裡有沒有發現 門跟窗裡面 因為車庫的門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更知道 它放在哪裡 你就滑鼠滑過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OK 好 所以像這樣子 你有需要的 我們就把它丟出來 就可以了 那 請記得 用完了之後 請把關鍵字 清掉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沒有清掉 你會發現 我都找不到其他的 所以我把它清掉之後 有沒有 就恢復成正常的 這樣大致上 大家就了解了 使用基本的操作 好 那 另外一個 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些有中文 有一些有英文 線上版的 就是沒有這些英文的 因為這些就是所謂的 外掛層次 外掛層次的部分 所以線上版基本上就是 這幾個中文的標籤而已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呢 會再找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其他的 這些外掛好用的工具 好 那經過呢 這樣比較簡單快速的 讓大家了解他的界面 基本的操作之後 各位 我們就準備來進行今天的任務